涡扇15发动机 一个很重磅的东西 被誉为是歼20的御用发动机 也确实 这玩意基本上就是和歼20一起立箱研发的 只不过这个研发进度一再推迟 直到2023年才算是正式列装了 181千牛的最大推力 1850K的涡前温度 0.25的小寒道比 各项数据都要比老美的F119发动机要强 是吧 大家也经常拿这个涡扇15和F119相提并论 牙酸一点的直接就是说 你的涡扇15只是比美国30年前的技术强一点 对吧 实事求是的说 这话也确实没毛病 F119确实是90年代的产物 30年前吧 算是美国最强的发动机 问题就是到了现在 F119依然是美国最强发动机 这哥们30年都在原地踏步 也包括最新的F135发动机 其实还是在F119的基础上改进出来的 基础数据会有一点提高 要说突破现有技术水平 那就是吹牛吹大法 就说最新的这个F135A7钩 就是压榨发动机寿命来换取动力提高 底子还是原来的底子 换了个马甲 不可否认的是涡扇15将来的结局 十有八九也是这样 小的改进肯定会有大的突破 很难 这个主要是涡扇发动机的发展潜力 基本上也就这样 包括老美的F119 F135 俄罗斯的AL41 还有产品30 基本上都是困在这个技术阶段 多少年都没啥大进步了 就说常规军用发动机领域 窝喷的镜头是窝扇 窝扇的镜头是什么 目前可行方案就是变循环发动机 注意啊注意啊 我们说的是常规军用发动机领域 像那些爆燃冲压发动机 它就适合大气层以外的真空领域 你给这个战斗机装的那玩意也不合适 变循环发动机 这个算是窝扇发动机突破 现有技术的一个途径吧 这个变循环说的就是改变含道比 空气经过发动机叶片 进入窝扇发动机以后 会被空腔结构分成内含道 还有外含道 外含道和内含道的进气量比例 就是含道比 内含道里面的空气被压缩机压缩以后 送入燃烧室混合燃料 完成热宫循环 外含道等于就是冷功率 它也提供推力 但是不经过发动机内部燃烧室 通过一个单独的外含道 直接进入尾喷口的位置 和内含道的热空气融合 降低内含道高温气体的温度和速度 减少能量损耗 降低发动机的油耗量 还有噪音震动 所以客机一般都是使用大含道比发动机 含道比一般都在5到10之间 它这个燃油经济性比较高 噪音震动也比较小 看这个外部特征的话 一般都是越粗 就是含道比越大 就像运20装的新发动机 又短又粗 是吧 战斗机就不一样 它是需要超音速飞行的 大含道比发动机巨大的外枪结构 就会形成空气阻力 所以都采用了小含道比设计 理论上来说 含道比越细了 越适合高速飞行 像F119的含道比就是0.3 涡扇15的含道比是0.25 大含道比销含道比都有各自的优势 变循环发动机就是把这俩的优势 给它统合起来 根据飞行状态 自动调整内含道和外含道的空气流量比例 低速飞行的时候 就加大含道比呢 高速飞行的时候就减小含道比 从油耗和动力中间 找到最完美的状态 涡扇15在2023年 开始进入低速生产阶段 最近两年 正逐步增加产量 同时 换装涡扇15的歼20A 也一直在测试 据说已经基本测试完毕 歼20A预计在2025年 将进入量产阶段 除了更换发动机 歼20A还升级了航空电子设备 更换了雷达 改进了隐身性能 还有很多其他优化 歼20A的战力 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歼20总是杨伟 曾经说过 歼20每天都是新的 这句话 大家细评一下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旁评订阅 下旁评订阅